外贸出口货物流程主要包括 报价、订货、付款方式、备货、包装、通关手续、装传、运输保险、提单、结会 下面我分别从商定、备货、交货三个大阶段来介绍具体流程和细节 商定阶段主要贸易双方沟通并约定货物采购相关事宜 包含报价、订货、确认付款方式 下面详细讲解下 一、报价在国际贸易的过程中 最先的步骤是产品的询价、报价 其中,对于出口产品的报价主要包括 产品的质量等级、品的规格形化 产品是否有特殊包装要求、锁够产品量的多少 交货器的要求、产品的运输方式、产品的材质等内容 比较常用的报价有 放船上交货、CIF成本、保险费加运费 GAP、DU、DDP等形式 二、订货贸易双方就报价达成意向后 买方企业正式订货 并就一些相关事项与卖方企业进行协商 双方协商认可后 需要签订购货合同 在签订购货合同过程中 主要对商品名称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价格、包装、产地、装运期、付款条件、结算方式、索赔、仲裁等内容进行商谈 并将商谈后达成的协议写入购货合同 就标志着出口业务的正式开始 通常情况下 签订购货合同已是两份由双方盖本公司公章生效 双方各保存一份 三、付款方式比较常用的国际付款方式有三种 即信用证付款方式、GT付款方式和直接付款方式 一、信用证付款方式 信用证分为光票信用证和跟单信用证两类 跟单信用证是指付有指定单据的信用证 不付任何单据的信用证称光票信用证 简单的说 信用证是保证出口商收回货款的保证文件 请注意 出口货物的装运期限 应在信用证的有效期限内进行 信用证交单期限必须不迟于信用证的有效日期内提交 国际贸易中以信用证为付款方式的居多 信用证的开证日期应当明确、清楚、完整 二、TT付款方式 TT付款方式是以外汇现金方式结算 容宁的客户将款项会是归公司指定的外汇银行账号内 可以要求获到后一定期限内汇款 三、直接付款方式是指买卖双方直接交货付款 好了,本期视频先讲到这里 下期我们了解备货阶段的具体流程